三毛流浪记曾经是几代人的经典记忆 这部改编于张乐平创作的同名漫画的故事片 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公映的国产电影 当时的三毛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龙基成功塑造 7月25日,三毛的扮演者王龙基来到沈阳九五文化城 与观众见面,共温经典 蒜头鼻子细细的脖子顶着一个大大的脑袋 头顶三根孤独的毛 三毛的形象可谓深入人心 影片采用讽刺喜剧的手法 通过三毛的种种遭遇 尖锐地讽刺了旧社会的黑暗 展现了流浪儿童的不幸命运 当年,王龙基出演三毛时年仅八岁 如今已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 在回忆当年电影拍摄的过程时 他依然津津乐道 就是三根头发呢 当时没有什么科技条件了 但是他摄像得很好 他只有两个橡皮膏 两个橡皮膏都粘了 用三根头丝 然后用毛线弄了三朵毛 头是每天不仅是要剃 而且要刮 剃在头上 这样的话 他三毛发鼻售 我是三毛 手一撸的话 三根毛就剃起来了 那个鼻子的话 他就是要尊重张乐平 那个漫画的一个特色 就是一个三根毛 一个就是鼻子了 那那个鼻子就是用泡泡糖 我印象太深了就是 这个化妆师呢 拿了一个脸盆 一脸盆的这个热水 然后把那个美国的泡泡糖 一根一根的放到里头去 化掉它 化掉以后 把那个就是 糖水去掉以后 要那个胶 那个胶以后 加上油塞以后 放到每天化妆鼻子 所以那个三毛的头也好 这个鼻子也好的话 都特性造型的 所以他每天化妆 花很多时间 三毛流浪记是中国电影史上 前所未有的一部 跨越了两个时代的影片 为现理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三毛流浪记经4K技术修复 前不久 在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 一部经典老片 又重新以最美好的姿态 登上大荧幕 借给广大的影迷 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动和体验 也致敬了老一辈电影艺术家 三毛流浪记能够就是 修复版以后 而且能够在公演的话 我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三毛流浪记这部电影 还有其他几部电影的话 都代表我们中国70年 电影的一个精华和代表 它的公演的话 实际上对我们小朋友也好 对我们大朋友也好 是一个历史的回顾 和一个回忆 让我们不忘初心 就是更好的面向未来 见面会现场聚集了老中青三代人 其中不少父母带着孩子前来 他们希望让下一代人能够了解 这部中国电影史上 里程碑式的作品 传承经典 并通过三毛的故事 教育孩子成长 感受他陪伴了我们几代人的成长 就非常非常喜欢三毛的那种精神 他这里边都是漫画嘛 小孩特别喜欢 然后就给我买一本 回去给他看一看 也了解一下 妈妈小时候的 看的这些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